哇哇哇哇哇 把嘴枪包拢手机 哇哇哇哇哇 小恐龙出现那天 一直坚决 哪怕重重抗炎 战车恐龙与你去冒险 尋弄上连 新的路就在眼前 突破极限 肩并肩手往上肩 心意一卷 奇幻生足相约 十方风拢力量 胜利在眼前 暴龙战车飞远 勇闯天涯燃烧 防派人雪 默契无限 让霸气冲天 虚度最强的铜龙 嗨 我叫新奇 我生活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小恐龙 神奇吧 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台暴龙战车 我们用暴龙战车收服小恐龙 帮他们进化成龙猛的大恐龙 参加恐龙对战大赛 我们都想成为驯服恐龙的高手 驯龙动势 在比赛下大先伸手 让自己的恐龙成为最强的龙王 加入我们一起收集恐龙吧 好困呐 这是什么声音 音乐声 恐龙还会唱歌呀 我们过去看看 我们过去看看 嗯 咕噗 咕噗 快点 就在前面了 咕噗 在那边 我们 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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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小家伙 刚才是你在唱歌吗 咕噗 这是什么恐龙 新奇 这是一只灌龙 灌龙 是直屎类恐龙 头顶形似机关 视觉 听觉 嗅觉 都很发达 小猫孩 别来碍事 手链棍 剑龙 抓住那只小灌龙 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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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晟晟我们 三角龙 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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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剑龙怎么去攻击三角龙呢 毕了 小一龙 你也给我上 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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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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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个能量球 什么又是我 一龙 回来 难道那只小灌龙的歌声能迷惑其他恐龙 迷惑其他恐龙 暴言毁灭者 你知道这些信息吗 根据资料显示 小灌龙的歌声能让其他恐龙产生幻觉 狮肉牛龙 出来 霸王龙 去保护小灌龙 狮肉牛龙 撞挡他 别让他有机会唱歌 狮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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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王龙 动 霸王龙 砍得太棒了 英雍 氏 可以 我都要 你先打赢我们再说吧 霸王龙 上吧 哇 神兽牛龙 上吧 哇 进化领域开启 出来吧 马王龙 其宝贝然叶套 哇 哇 激素进化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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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肉龙 三角龙 我们也上 还有我们 小万龙 看我 看来剑龙是没办法战斗了 剑龙 回来吧 星辰 我来支援你 兵背龙 进化领域开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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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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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滚了 狗子冰块龙 法龙龙 用尾巴攻击食肉牛龙 小毛孩们 让你们见识一下食肉牛龙的厉害 鱼蚣追击 宝王龙 金雷龙 狗子冰块龙 英雷龙 赢 金雷龙 赢队龙 为我杀 老航 我们一起善 好嘞 只能飞弹 不怕你们 无敌冲锋 三角龙 干得漂亮 小万龙 可给他一剑 这一万龙 可恶 这龙好像完全没有受伤 不可能 三角龙 把他撞飞 这是怎么回事 鹰背龙坚硬的背部 能抵抗一切能量攻击 还有超强撞击能量 鹰背龙 冲过去撞击霸王龙 咔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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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噠咔噠 情况不妙 怎么办 咔噠咔噠 这样 第一人就搞不清该攻击哪里了 小灌龙 快唱歌 现在只有你的歌声 能帮助霸王龙了 小灌龙 快过去对着石肉牛龙他们唱歌 这次就靠你了 小灌龙 小灌龙 糟了 各位 机会来了 全力反击 上过 雷剑万龙 糟糕 丁卫龙 你的敌人就在正前方 只管向前面攻击 你这是打哪里呀 继续攻击他的下巴 聚能飞到 什么 居然松了 只剩下石肉牛龙了 石肉牛龙 石肉牛龙 再坚持一会儿 等会儿幻觉就会消失了 霸王龙 咬住他的尾巴 霸王龙 全力触击 爆裂龙瓶 为什么又是这样 小灌龙 现在你没事了 我们走了 再见 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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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灌龙 怎么了 新奇 小灌龙是不是想跟你一起走 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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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想到 来吧 小灌龙 我们一起上路 吧 我要升级啊 升级 对哦 拥有了三只小宠龙 爆裂战车就可以升级了 哇塞 好酷啊 天呐 新奇 你可以参加迅龙竞赛了耶 我 我可以竞赛了 暴王龙 我们可以竞赛了 哇 哈哈 我可以竞赛了 下集预告 新奇 彩学和小豪 来到森林深处的一个迅龙馆前 里面究竟住着什么人呢 大伙正疑惑 突然 碗里跳起来一只 中热的小恐龙 它究竟想干嘛呢 新奇它们会遇到什么危险吗 下一集 神秘的迅龙馆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